hello大家好 我是你们爱骑车 爱买货的雪袋 这嗓子还肿了呢 越来越肿了 真不是挂上了啊 我是这个说话说的更多了这两天 假如那天被小伙伴们给拉爆了 拉爆了 嗓子更劈了 让咱看看今儿有什么有意思的车啊 看看这车能不能装一天这个 看啊正品的啊 这绝必是正品的 但是车漆应该是自己做官 怎么着我不太了解啊 然后这个一看那BB90啊 就确实认的了是吧 一Trekker的这叫TT车 你们谁谁会念谁给我来一个直译中文 好不好帮我翻译一下吧 看这车啊 挺不错的挺会弄的 配件跟这 电子变速 然后是圈杀 这小活就交给我们徒弟了 看看他能到底装多少个小时 今天装出来装不出来 一会我是弄别的大活 然后弄别的散活 他们悠悠的慢慢盖 这点已经给装上了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啊 客户之前跟我这买的车 变速线跟刹车线松了 之前说过啊 视频老说为什么他们会松 因为他们的外管是软的 内管是钢的 所以用一段时间它会松 然后接着咱们看一眼这个变速效率 我调完了之后了这已经是 瑞报的Super Spot 看一眼哈 来看一眼这个前波 咱们看看后面啊 一个一个晚上变 这点也不打这点了 一般就是说会打着这个浮条 那一定是碰着它了 您看您这个是有磕痕的 一定是之前一不小心磕到这个后变速器了 这个位置看到没有 磕到这了 它就会导致尾钩变歪 咱们这期视频正好讲讲 什么叫尾钩 尾钩就是这个东西 尾钩它就是一个单独的小铝块 它不属于变速器 不属于你的自行圈 它是单独一个比较软的铝质 咱们来正面 如果说这个东西啊 咱们现在是铝的 你这个东西受到了冲击 你这个东西受到冲击 那这个尾钩是把你这个劲儿给吃掉 就把劲儿给吃了 尾钩就变形变弯了 所以你的变速会不准 然后有的人说 为什么那么刺 为什么那么弱 为什么那么刺 它为什么要那么软 因为如果说这个东西是硬的 那你摔狠了 那你变速器坏了 车架子碎了 对吧 所以他一定要找一个东西 把这力给承接住 就用这个尾钩 尾钩弯了是可以掰回来的 掰不回来的话 是可以更换尾钩的 几十块钱 所以说尾钩是一个保护机制 然后咱们看看哪 刹车 然后刚才已经调好了 然后这台车完事 准备发回火拉拉 刚才处理了一台Super Spot 然后这会儿再装一台Super Spot 就是咱装一台 看看我这边 卖给客户新车 装新车都是怎么搞的 这边又 刚才又来了好多小活 这车还停滞不前呢 尽量今儿给它干出来吧 因为这个车边弄 还得边洗边擦 有很多东西已经 脏得不成样了 没法完成装了 我们要凑合装是能装上去 但是 太脏了 装上去这活不像样 是不是 我们还得 慢慢收拾打理一下 然后这点 我们其实说贴点犀牛皮吧 刚喷得起 别一拐弯 开脚漆什么的 这个已经拆完了 一会儿要怎么处理呢 一会儿我会把这个线 换成就是我这边好用点的内心 然后因为这个你看啊 就是有时候它会稍微长了点 稍微长点 稍微短点会离底线 然后前波我也会处理到 给它调到 我认为的巅峰状态 就是变速效率 所以会重新装这些东西 就是我这卖车是这样 别的车点我管不着啊 然后呢 这些东西都会拆掉重新装 因为我发现就是 有很多时候里面是 运输过程中啊 点来点去里面都会松 所以 必须得自己重新装一遍 然后这边是这个奥利尼的刹车 显然有碟 非常不错 然后瑞报这个非常细心啊 它是苏联前波 它专门有苏联原装的 这个叫做什么 防凋电器啊 来了 内侧简单贴了一小膜 有点气泡啊 别挑我们理 我要贴不贴的反正也不知道 是不是 反正我们觉着该贴 就贴一下吧 来接着看这边 把刹车拆完了 线也剪了这点 一会开始理线 看前面多乱啊 因为这个原厂出来的车 它线都比较长 这不是比较长的是吧 一会我都会理一理 该截截 该剪剪 来啊 咱们看看 我理完了之后 这线是长出来的不少 是吧 长出来不少 咱们看看前面是什么样了 看着还算整洁吧 我感觉你再怎么弄 也不可能比我这再整洁多少了吧 反正最终效果基本上这样 然后这点必须得打磨一下前插 因为这个后座的漆 看了吗 后座的漆打磨一下 如果不打磨的话 它卡不进到这个位置 卧槽不是 来啊 稍微打磨一下 说几点磨 磨着装不上去 后来我们仔细一看 我对这儿教啊 其实就是一个小的纸胶带 这个 翻过来看 哎 把这拿掉之后 一会就可以卡在这位置了 来了啊 这台车已经整理完毕了 就差缠把带了 然后看看这车 这车 细细拉拉的 半斤还接了好多别的活 一直在搞 已经把线走完了啊 然后这边很复杂 这车是不是开玩笑的 装这车真是多收点钱 因为这刹车 这所有配件零件 也都是散着的 我们给重新组装上 重新弄的 看见配件 到时候这些螺丝 都得给它弄干净 弄得不影响使用了 然后这边是汉四的陶瓷流程 来 大家看看这个 这螺丝真是糟了都 这都没使劲呢 就是先说 把这上套一下 拧一下 邦当 刚一拧就崩了 还得给单独配螺丝 来了啊 这个 即时新吃口晚饭 已经到晚上 细来了 忙一天 这车刚装到这 配了很多螺丝 重新配的 然后已经装的差不多了 一会搞刹车 就快完活了吧 可以说是 细细拉拉的 慢慢来啊 看看整这个是什么 划痕啊 划痕 咱们来这个 神水擦一擦它 看这手术 看这手术 来了啊 给这轮抛光了一下 就大概 亲拿手弄了弄 因为这个 其实是 表面的这个 清漆已经管了 咱再怎么弄 拿什么机器弄 也没太好的办法了 毕竟我这不是修复的 这边这个小刮蹭 小滑痕什么的 已经蹭下去了 这处比较大的 实在没办法了 我跟上风保健伤了 是反光啊 咱这台车算是修复完成了 把带换完了 刹车全重新走了 变速走完了 昨天已经说了 然后这车其实完成了95% 还差一点什么样 咱们听听声 有点蹭跌 是说 血带手艺不行吗 其实不是啊 因为看看这根杆 这根杆是坏的 客户买的 就是替换件没到呢 换完替换件 他的事实 我把这变速整好 基本上这车就这样了 然后呢 咱猜一拨这重量 昨天说那锐报够沉的 那您猜猜这也多沉 猜一拨啊 猜一拨都多沉 这是Sviral S3 其实就是现在的SS 然后基本上原配的配件吧 然后用的UT机械 宝来万的轮阻 大家猜一拨 它能有多沉啊 刚才其实已经给提示了 是吧 咱来一拨看看重量多少啊 来走你 8.48重量啊 然后咱们手机给我 然后咱们看看这 看看这车把啊 换的责万的一体把 其实我感觉效果还不错啊 看那整体的感觉 整体的效果 比之前可以说是真正那走线了 之前是撅出来的嘛 大家有骑过 这车应该知道 然后之前这里面也断了 里面断了 我已经修复了螺丝了 刚刚的啊 这台车基本完事 就不拍它了 然后咱们准备搞下一台车 来啊 刚才这样是有这么一个小插曲 有这么一小玩意儿 刚才呢 我说这东西不像车上的东西啊 我特地请教了一下 Tryker的技师 人说这不是这车里的 他说这车啊 你装一下弄一下 收一千块钱不为过 然后说呢 说啥事啊 就开玩笑 说这车可不是一般人能装的 然后看我们小徒弟装这个啊 太牛逼了 来抬这点啊 这个滑块看到没有 是严丝合缝的 这个线 也截止到这个位置 然后这点是 他自己做了一个软管是吧 是你做的吗 这白色 他自己做的软管 为了提升手感 这东西必须得搅着严丝合缝 然后手上那点 也必须严丝合缝的长短 然后才能正好卡到这个位置 卡到这个块上 来扣上 然后这点底下 加上线之后 你手捏 听这声 听这声的牛逼吧 行 我感觉啊 他再跟我这干一年 自己就能自己营业了 或者就被重金拼走了 我怕的嘞 就是害怕啊 现在技术比我很多了啊 来了啊 咱看看这个 破瓢 破瓢 这是之前给客户改装的方案 就是内走线 这是科产啊 把这里面稍微稍作打磨 看到吗 打磨之后 让这里面走四根线 它就能实现比较 比较好看吧 就这种感觉 一会再把变速调好 然后这盘片啊 前后都漂的厉害了 然后进一刻铺是直接更换了 我已经掰了很多线了啊 掰 实在是掰不回来了 无力回天了兄弟们 看到吗 来啊 一会儿又得上锯子了 为什么呀 看它这颗原装螺丝 锈的不行了 拧这个扣里 根本就拧不进去了 所以又得拿我这螺丝 完全一样大小没有 只能又得开锯 再给它改装螺丝 它这台车 这什么发力角度啊 一会儿还得修修那边 修修那头 是不是 在 来啊 黑暗恶势力 两兄弟 一tryker一闪电 这tryker这儿还在装呢 昨天有好多活 这其实已经到第二天了 但是基本上完成80%了 然后咱看这台 刚才我干的 刚才没拍了 是这个 大家看人家电速啊 也是认识过 新款的12速的这个 后波啊 然后刹车也是这新款的 然后大家有点奇怪了 说呦 怎么能这么着配出来呢 看看这手辈啊 这后波叫做9250 大家也要把我 它叫9270了 只波跟渣瓣 其实是上一代 9180对吧 是叫9180吧 我都记不住了啊 然后有人奇怪 说呦 怎么配出来的呢 看看这边啊 鲍鱼也是这个 鲍鱼其实应该写着 叫92709250的 反正新款12速的 是怎么就能搭配出来呢 呃 它起码是官方配件的 11速 转这个12速电线的 一小插头 一插完了之后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 释放的按钮 咱们自己拿 拿这个其他的按钮 我们以前改过 什么气喇叭 不是气喇叭 那叫什么 小手电那种按钮 都能改成这种按钮啊 但是没法编程去 它就是可以 11速变成12速 可以正常使用的 然后刚才搞这个 搞这个你们说 呦 一定没看到视频不爽啊 过两天再装一台这个 12速的TT 再给大家看一看 喜马诺 这就简单展业 简单展业呢 那咱们顺带手 就猜一拨重量 看看这重量啊 闪电的 这叫Shift TT顶级 然后呢 这轮组叫321 闪电自家的 前头非常夸张啊 非常嚣张啊 这个858 这是开口的 这部858 然后套件大家也看了 喜马诺的 牙盘呢 也是比较经典的 这个胯子 然后没用功力计 没用功力计 然后坐垫是 Scout的一个坐垫 直头坐垫 大家猜 猜一拨重量啊 然后上面是有满把垫的 猜一拨重量 然后脚踏是蹦不腾 正好就这样呢 咱一定到你 猜一拨重量 麻烦了啊 这么牛逼的车 抓紧猜 看看 是不是比你们的公路车还轻 车压子套的啊 来 走光影 7.69 对吗 这重量 刚才两个人应该就这重量 7.69 怎么样 是不是比您的公路车还轻 然后咱这台车 就到这了 一会儿继续干别的活 这都小活 都不稀的 都拍一会儿 然后好多其他大活呢 来啊 又来一台TT车 做个快喜 老板亲自快喜 然后这边看我们秋季时 魔改什么的 拿来我看看 把这个干嘛 干嘛用的 大家知道吗 见过4S应该知道 套在中轴套里面 防止这些管啊 什么打着这个轴心 它本来被B90是有的 但是它这是二手车嘛 这都糟的透了 没法压了 被压就碎了 碗里叉子碎 塑料的 所以魔改一个 塑料垫的 然后咱这边 开始下雪了啊 下雪了 来啊 喷完泡沫 让它自然把这个泥沙什么带下去 然后顺这功夫洗电条 扒克兔大湿盒子 加上雪袋清洗剂 看看刚才甩下来的油 有多脏 看看这是不是已经干净一圈了 再稍微洗一洗啊 直接稍微露露就干净了 来啊 看到刚才一定有兄弟们来杠来了 你不是说别水洗车吗 是吧 你不是说别拿水冲车吗 我一直就说 我现在也说别拿水冲车 来我这儿 你来我这儿冲 我也不是想你三天等头来冲 实在太脏了 受不了了 洗一次 然后我会拿气枪 把你这缝隙里面水 吹出去 但是呢 它再怎么弄 它也不可能完完全全弄干净 水真是无孔无入的 所以尽量少洗车 少冲车 像我这快洗 你也少来 然后这声太大了 我就不吹你们了 好吧 来了啊 今儿又弄一什么呀 又是9270 看看 这腿挺牛逼的 德国的萨姆腿 功率计 配9250的盆片 你看啊 其实叫9250啊 你看 人家这个后部上就写着9250 它这个叫做什么 写9270 最近老都是12速了 兄弟们 抓紧攒钱吧 12速 装什么车上 装这台车上 然后用的什么轮啊 用的净腾 这个碳条顶级60 大家可以这会儿 先估摸着估摸着重量 然后这R没共用装 有空先装着点 然后干着其他活 客户还少点其他东西 反正这两天是够忙够乱的 一点一点装 有点什么意思 我给大家拍进来 来了啊 咱这皮纳装的差不多了 就差这个塔基的小飞件 就可以调变速 调飞轮了 这会儿新把这个9270 配件给连上一下 它手便 现在连手便呢 不用 必须 现在是必须得用iPhone手机 然后下载 叫怎么新码诺软件 然后才能连接这个手便 然后大家把镜头往这看一看啊 不知道能不能对上胶 这是有码的啊 是有码的 有码的一会儿 用这个手机 就能扫到它的码 就可以给它配对 你看 现在是后变速器 前变速器电池 它它检验出来了 我们点一下 点点一下确定 然后这边扫二维码 看看它能不能一下扫到 来 你照着我这手机就行 哎 我点一下对焦啊 手机震动 配对完成 然后我再添加这只手 就是扫上的时候 它手机会震动一下 刚才这个低音光浪 反正配对 配对了半个小时啊 才配上 配对完毕之后 就成功了 咱们就可以在手机上 调整你的变速 定制你的变速方式 然后更新系统 各种方式 哎 保养 保养这我都没仔细看过 可以看你的电池状态 各种东西 然后最专业的还是 就是连接电脑这个盒子 更新这咱就先不点了 怕出现什么问题吗 因为刚出来的东西 挺有意思的 现在这手机很方便了 然后咱们现在点断开连接 来啊 这已经是第二天晚上了 然后稀稀拉拉又忙一整天 后面这台车终于办事了 其实白天我还发现一件事 不知道你们视频之前看见没看见 这个小玩意儿 这小拉索啊 这新衣服 这拉索之间白的没撕 今儿遛弯的时候才发现 哎呦 我操 我来看看视频里面有人眼间发现了 然后咱们看看这台tryker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台车有多难装 有多费劲 然后一会儿 现在拆一拨重量 好吧 拆一拨重量 来 从这儿划过 看到这台车 也是静腾伦组啊 最近静腾伦组真是大卖 F12都已经配上静腾了 看这台车啊 我现在新细数一下 这台车 我们配了多少东西 重新改了多少东西 就这些交批件就不用说了 都没有 然后这点我特意改了一个 非常完美了啊 然后尾钩 掰也是掰不正了 建议它是找官方定一个新的尾钩 然后基本上您能看到的螺丝 我们基本上都换新的了 然后这边有一块裂 看到了吗 不是我装裂的啊 我问客户了 客户说做涂装之前 他就自己粘了一下 然后这个东西就裂的 然后做完涂装 回来之后 看这儿裂痕 然后重新装完之后 一转弯就折了 这点这个盖 也建议它去官方重新配一个 是有问题的这个东西 然后这这上面的各种 所有螺丝都是重新配过的 视频已经发过了 真的是很费劲 然后看看刹车手感 听听这声啊 这是Truck家自己的这个刹车 做的挺有意思 整合挺好 但是真的很难调 但是听这声音很有力度了 很牛逼了 听听后刹车 同时推圈的声音啊 非常生猛 球技师YYDS 然后走线 前面控制器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样的话 就是冲钱嘛 也是阻挡一个风阻 没有很多乱线 看起来整体是比较美观 比较好看的 然后靶带 客户也是需要缠靶带 现在很流行不缠靶带是吧 然后靶带缠的刚刚齐 整合适 整体小车说真的非常好看 是不是Truck官方有一个叫做日出东方 然后整体车今儿这个配置 大家可以猜一拨重量啊 因为我对这车没干点 全程是我们技师装的 然后整体我也没拎过这车 我胡说八道一拨 这个车9.8 你们猜呢 小轮你看看多软 来回跟这儿当鞦韆 是吧 然后坐管它是铝的啊 我们发现 坐管是铝的 然后坐垫也是一个比较入门的 咕么以后后期会升级吧 这点沾上的脏油啊 可不是我给弄坏的 花了大价钱做的车漆 车漆做的真的很漂亮 就这个渐变色 大家看看 有点小脏 这都是沾的脏东西 到时候我们会擦干净的 真的啊 就是食物可以说是美轮 美轮美奂啊 启动效果卓越 就看这小伙骑的怎么样啊 骑的快不快了啊 来了 这车这车座不可能这么高 这正常人类不可能都这么高 是吧 我们就为了调车 故意给它拔高一点 装作用的 咱来一波重量 来一波重量 咱就下线了 单车工作室的两天生活 来走你 我手那么不准了吗 兄弟们 是我撑不准吗 再来一下啊 它如果是这重量 那太顶级了 8.61 今天一下猜了两台TT车重量 您都猜对了吗 然后咱就真不废话了啊 嗓子已经肿成这样了 然后谢谢大家的关注啊 然后记得帮我点赞 三连 咱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 咱们下期节目